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杰村下壁头7号 有田年小山科的称号 刘彩化是他目前专攻的意识 表现那个瀑布 没有比这种自然流的还漂亮 所以这个话境界很高 原谱 原名刘兴志 从小 生长在云云县 大碑乡 三杰村下碑头7号 哦 这个大自然声音还配音 国际画家 原谱 本名 刘兴志 云林县 大碑乡 三杰村下碑头7号 有田年小山科的称号 原谱 原谱 刘彩化产 创于2005年 刘兴志 刘兴志 抱着 画自己的画 创自己的做 管他风格适往入流 没有自我 就不叫做创作的原则 教神爷们 气反手 言手碎 从简笔 简单日门 从交话中 误吃 随意 潇洒 点到为止 的废话技巧 才是最高的境界 写实 抽象 印象 公平 冷截都是 谁也们 几言后 都能达到 自己的目标 故创出 台湾的 流彩画 流彩画简介 流彩画就是流动的色彩 是新的画法 从下笔开始 颜色不停地流动到颜色不动 这张画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 这张画已算完成了百分之九十 画前先摆好原料 喷水枪 画笔 全部都准备齐前 在喷水开始作画 时间不会超过二十分钟 速度要快 计划要熟灭 这就是流彩画能激动 这就是流彩画能激感动 有印度及适度之美 流彩画是简介的 流彩画意味着流动的色彩 是新的画法 从下笔开始 颜色不停地流动到颜色不动 这张画已算完成了百分之九十 画前 要先摆好原料 喷水枪 画笔 水 全部都准备齐前 再喷水开始作画 时间不会超过二十分钟 速度要快 计划要熟灭 这就是流彩画能激感动 有印度及适度之感 流彩画 属其能与其他画法不同的地方 流彩画 流彩画 流彩画是否画什么样的题材呢 从雪石的动物 镜物到风景山水 迎来飞烟 浪涛流水 花鸟草丛 以致抽象 意象 随意 波然 都能创持意想不到的 会画境界 台湾流彩画 就是为追求这种无主境快感 画境而努力 可细 可吃 的画境 在无语中 让您发现本来意想不到的作品 我呢也有意想不到的画意 是世上 独一无二十乃之笔 的庙品 画境灰洒之后 细部点画 有画龙点睛之庙 但要勾画吃 好作品 就要看各种的绘画 经验及想象力 创出的好作品 这就是流彩画的特色 这就是流彩画的特色 不过 就会有点赞 这就是流彩画的特色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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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谱 愿以大家共鸣 但愿流彩画派 能广回流传 让世间更美好 更亮丽 不过 顏不 流行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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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刘彩画师 原谱刘星志 台湾云林县大悲香染 高中就读土库商工广告设计科 曾开过设计公司出版社 之后就读国立艺专美术科国画组 台湾大书画系 司宸陈丹丞 李奇茂 罗正贤 书风男 邓国清 黄光男等名师 曾在美国佛州德国肯尼斯世界水彩主 第三名 毕业后 曾担任过高中美术工科 广告设计科主任 后应科目繁忙 没时间作画 而放弃教书工作 因此转为专业画家 也在全台各地担任十个画会的指导老师 大博才创意画为严谱 刘新智 在二零零十年 研究画风和画祭司 把水墨画南北派做画过程及 美股工碧 渲染 甚至重叠水彩 游画 插画 漫画 把传统与前卫和俄国语系的画风 因此所有创作画面都是自然形成 gementof 上午 美股工碧 和俄国语系的画面 在北派上 我也性化 在北派上 嵋 大博 瓶 集 Voor 衅 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